大家好 看前面这个铁轨就是那个地铁 铁轨边上在造房子了 那边是个地铁站在造房子 一般来讲呢 这个房子造在地铁站边上的是一个加分项 因为交通比较方便 房价会涨 但是在马来西亚吉隆坡呢 这个房子造在地铁边上呢 还有一点要注意 就是它的噪音特别大 你看它这个地铁开过来 它这个噪音非常大 哭啰啰啰啰啰啰啰 非常响非常响 噪音非常大 再仔细听啊 你看声音 哭啰啰啰啰啰啰 这个声音非常响 它这个声音非常响 它这个噪音不是一点点 晚上你住在二十几楼 都听得见这个噪音 把门窗关好也听得见这个噪音 所以说是非常响的 不知道为什么 它好像感觉马来西亚 吉隆坡地铁的噪音 要比中国大陆和新加坡或者其他城市的这个声音要响 第一个它的它的引擎可能噪音比较大 第二个就是它这个铁轨它是有缝的 一般来讲这个在中国的这个高铁啊或者这个地铁 它这个铁轨是没有缝的 铁轨没有缝的话就不会有咔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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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像老式火车的声音啊 但是这个吉隆坡它这个铁轨它之间是有缝息的啊 所以如果火车这个地铁开过来就会咔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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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声音 现在应该技术好的应该都要改成这种无缝的铁轨 无缝铁轨啊这是第一个来降低这个咔啦咔啦的声音 第二个呢它应该要它这个引擎它这个引擎的噪音也比较大 我发现啊这个地铁应该声音很轻的不知道为什么 不知道它这个是哪家公司帮他们照的 呃据说不知道这个最好是如果是中国大陆的公司 看是不是中国的地铁应该没有这么响的声音的感觉啊 不知道为什么它这里这个地铁的声音非常响 你有时候晚上你这个睡觉都睡不着啊 被它这咔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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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的声音 因为如果你是住在这个地铁边上啊 那这个就非常响 所以说这个房子在吉隆坡照在这个地铁边上 不一定是个加分有时候还得减分啊 这交通虽然去交通是方便了 但是你这个噪音实在受不了 搞得你晚上睡不着那实在是挺糟糕的啊 不知道大家小伙伴有什么想法 对这个吉隆坡的这个地铁的噪音啊 有什么想法啊 我们它现在又来一个地铁 我们就听一下声音啊 来了来了来了啊 啊这声音你看 我现在离了这么远 这个开的比较慢 声音稍微轻一点 有时候开的快 这声音就还很响 关键是它一天到晚不停的 一直到晚上很晚很晚 到早上可能五点多钟就开始了 一直到晚上晚上要搞到十点十一点都有啊 非常吵非常吵